郭怀在开封府被压到了监方之中 虽然说是这是特号 但是他也是失去了自由啊 这郭怀现在急于想要见到刘太后 他觉得只有刘太后才能救他 于是郭怀呢 就把这狱卒牛羹给联系住了 像牛羹啊许了很多的愿 告诉牛羹只要你给我送个信 我就把你的家从郊区迁到城里 我就让你从这监狱里边到皇宫里边去 你要嫌媳妇不好的话 我就再给你许一房 哎呦这个利益驱动还真有作用 这牛羹真把他那信给送到了 郭怀用自己的一个班制作为一种信物 交给牛羹送到他家里找个姓蔡的太监 牛羹回来跟他一说那个蔡太监的长相貌相 郭怀一听不错 就是那个人他坚信只要这个蔡太监知道他在开封府做了监了 肯定把这个信息传送到宫内 告诉刘太后 刘太后一句话 皇上就得把他放了 所以郭怀就在这个监房里边等着好消息 转过天来 这牛羹过来就跟郭怀说了 说郭总管 今天下午吧 我们那个孔木啊 要来见您 郭怀说你们那孔木 孔木谁啊 您不知道 我们包大人手下 有一位毛氏 这人府姓公孙丹字名策 这公孙策 大伙都管的叫公孙孔木 包大人哪 有很多的事都是他帮着办的 有很多的主意都是他帮着出的 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呀 我们这位公孙孔木 说要来见您 可能是有好事 郭怀一听 能是什么好事呢 能是把我放了吗 这牛羹说 没准啊 我听他的意思啊 他问我 您在这待的怎么样 哦 哈哈哈哈 那包长他怎么没来呢 哎呦 我们那包大人 他可不能随便来 这开封府衙门里边 那事多着呢 打官司告状的 一天都推不开门 这孔木来就不错了 跟您讲 这孔木 在包大人手下 那是说一不二的人哪 他一来就能代表包大人到此 好吧 好吧 郭怀就等着 刚吃完了午饭 这公孙策 果然就来了 公孙策来到监房里头 他是特号房间呢 打开房门进来 旁边的牛羹呢 给这公孙策 搬过一个雾凳来 撂在这儿 公孙策坐下 瞧了瞧郭怀 郭总管 这两天 在这儿待得怎么样啊 郭怀一听 还待得怎么样 这监狱 我住监狱还能怎么样啊 但是人家这么问呢 这郭怀就顺口答了一句 我呀 在这儿待得还不错 挺好的 哦 好好好 郭总管 您挨了四十板子 可是受苦了 郭怀若谈不上谈不上 作为一个人 这一生一世 难免要受点委屈 对哪一个人都是如此 嗯 好吧 郭总管 他是这样 皇上又降纸了 打算说呀 要把您给放出去 所以包大人让我先到这儿来瞧瞧 看看您这磅伤养得如何 如果您这磅伤还加重呢 就在这个地方再多住两天 把伤养好了 然后再出去 要是磅伤好了呢 您就可以最近出去 您瞧这事怎么办好啊 这郭怀一听 什么 皇上降纸又要把我放出去啊 要把我放出去 要给我快走啊 我还在监狱里面养伤 这是他妈什么好地方啊 我说孔木 咱这样吧 我的伤啊 其实已经大建好 您最好把我放出去 我别在这里养伤 那您说您什么时候走好啊 我呀 我 我恨不能现在立时就走 公孙则说好吧 既然这样的话 那就我安排人 立时送民走 行吗 想想想 您来得及吗 这个事是这样 我得回去向大人禀报 大人得禀报到宫里 然后再派人到这来接您 哎 我谢谢您了 您快点给我禀报 我恨不能的立马就在这出间 好好好 您等候着吧 就这么样子 公孙策走了 公孙策走了之后 郭怀这心里边可就长了草了 为什么 他想着快走啊 这牢房里边哪是酒呆之地呀 尽管说他自个是担家 那担家 那也不能常呆着 郭怀心里想啊 看起来 这牛羹把我那班子送给了蔡太监 蔡太监肯定是见了刘太后了 刘太后跟皇上说了话了 皇上又传旨 这才把我放出去 就是这么回事 不然的话 皇上传旨把我抓进来的 他还能传旨再把我放出去吗 这里边就是有太后的作用 郭怀在心里边想着 高兴 天邦晚的时候了 外边有人一来了 先找这牛羹 说现在大叫一声 来到监狱外边 就准备迎接郭总管进攻 牛羹把这个消息跟郭怀这么一说 郭怀一听 十分高兴啊 哦 来叫了 哎 来了叫了 好 那我这就走 我这马上就走 郭怀马上优打这监房里边迈步走出来 走到监狱外边 一看监狱门口这果然 停着一声大叫 叫到旁边站着几个人 郭怀一看呐 都像是宫中的小太监 郭怀这一出来 这几个小太监过来 给郭怀见礼 郭总管您好 郭总管您受惊了 郭总管您受苦了 啊 不不 不用不用客气 不用客气 我问你们 你们都是公里的吗 对了 我们都是公里的 您不认识我们 呃 我吵着你们都面慌的 但是都叫不上名了 那当然了 郭总管 您是总管呢 我们是底层的人 我们看您呢 经常看 您看我们呢 虽然看 但是不动心去记 所以我们是伺候人的 郭总管 我们都认识您 您就不认识我们 嗯 就是就是 你们现在抬这个叫 要让我上哪儿啊 请您进宫 说您在这儿受了苦了 打算让您到公园里边 给您安排个地方 让您好好在那儿 休养几天 哦 那好 照他们说 那我就上轿了 旁边有的小太监 把这轿帘一挑 这郭怀就坐到轿里了 人抬轿起 颤颤悠悠 往前就走 这牛刚呢 在这轿刚一起的时候 跟郭怀还打招呼呢 郭总管 您走了 郭怀长 走了走了 透过轿窗 他冲着这牛羹一招手 我谢谢你啊 郭总管 有功夫到这儿来串门啊 玩两天 郭怀说 嗯 啊 啊 郭怀心想 我没事上监狱里玩什么来啊 啊 这个地方我走了就得了 我再不回来了 但是郭怀心的还想呢 我对这牛羹可有很多的许诺呀 我说要把他家给搬到城里来 我要把他调到皇宫那院里边去 我还打算给他娶一帮媳妇 嘿嘿 现在我这叫一走 这事啊 那就全都泡汤了 我那是一时需要 给他几句好听的 那就用一个热火罐 给他怀里抱着 然后他好为我办事 其实我这个事 他起不了多大作用 都是多亏了太后的作用啊 你说这就是郭怀的人 跟那牛羹有这么多的许诺 这事情一转坏 他的地位一变 他全忘了 郭怀坐在教里边就像自个儿的事了 哎呀 你说我到开封府 受这么几天罪 这是谁告的我呢 你等着我进了宫呢 进宫之后啊 我非得把这个人查出来不可 我饶不了他们 由于在这监狱里边 这几天的心情比较紧张 今天把他放出来了 他坐到教里了 这郭怀 心里边也放松了 所以呢 他这个困意也吸来 闭上眼睛 迷迷噔噔的睡了一小觉 当他一觉醒来的时候 觉得这个大叫落了地了 嗯 到了 外边有人把叫链一挑 总管 到地方了 请您下轿 撤伏手 郭怀迈步就走出轿来 刚一走出轿来 他一看面前跪着一个人 嗯 郭怀 郭怀仔细一看认识 谁啊 正是那杨忠 杨太监 杨忠跪在郭怀的面前 郭总管 小人杨忠 迎接郭总管 在此 哎 郭怀当时就愣了 说杨忠在这迎接我 这是哪啊 他忽然间已抬头 望上一瞧 一个面前上边 这房门上有三个字 郁城公 哎 郭怀先想怎么把我弄郁城公来了 这个郁城公郭怀豪有二十来年没往这来了 哎 我说杨忠啊 这是郁城公啊 对啊 郭总管 要不是郁城公 您怎么能见着我呀 这些年来 我不是一直在这看守着郁城公吗 呃 对啊 那 那怎么把我抬到郁城公来了 郭总管 这您还不知道啊 这是皇上的旨意啊 皇上 让把您抬到郁城公这来养伤啊 咱郁城公这个地方 他不是清静吗 哎 清静所在 无人骄傲 您在这养伤 这不是最好的地方吗 嗯 啊 郭怀嘴里边樱着 心里边想 好是好啊 他妈的这个地方 我听说不是闹鬼吗 你把我弄到一个闹鬼的地方来 这我能安生吗 这个 但是又一听是皇上安排的 那不得不如此了 那皇上怎么想起来 把我安排这儿来了 哎 我是杨忠啊 哎 如此说来 那你就投钱带路吧 好了 郭总管 您跟我来 这儿杨忠 分不那些个抬轿的小太监 抬着轿 随行人意 都撤离了郁城公 只有杨忠一个人领着郭怀 往里走 一边走着 这杨忠一边叨叨念念的 嘴里边就说 郭总管 我今天这可是跟您一个大缘分 这多少年了 我想跟您说句话都没功夫 我有功夫说 您没功夫听 可是今天呢 这是万岁皇爷圣旨派下 让您到这儿来养伤 而且指定要由我来陪伴您 伺候您 您说 咱这不是天元吗 郭怀说 是啊是啊 杨忠啊 这些年 你在这儿也不容易 嗨 这都是命 你看满公院里边那么多太监 谁也不在这玉城公呆 就我一个人在这儿待着 您瞧我在这儿这一待呀 嘿 还真有人缘 一待就二十年 也没人替我 也没人换我 说着话呀 就进了这厅了 这个厅 外边应该叫凤凰厅 里边就是客厅 其实 进了客厅 望要拐寝室 这郭怀走着 杨忠在旁边掺着他 进了那个寝室 这有一张床 郭怀一看这张床 那可太讲究了 这张床 硬木雕刻 上面镶堤 上面镶堤的是象牙科的团画 制作之精致 可以说世上少见 这床铺的也很厚 床上面的铺盖都是非常讲究的 杨忠呢 掺着郭怀上 他坐在床上 郭总管 您先在这床上 您躺着歇会儿 我知道 您身受磅伤 挨了四十板子 要不怎么万岁黄爷 让您上这儿来养伤呢 郭怀一看这床挺好 哎呀 好吧 我就在这床上躺会儿 把腿望上一拳 他躺在这床上 半躺半卧 用这手啊 支支太阳穴这地方 他就问这杨忠 哎 我说杨忠啊 我这个事儿 究竟是怎么回事儿 你听见什么疯没有 杨忠说 您这事儿 我没听见什么疯啊 那我为什么上开封府 到那还坐监 这事儿你知道吗 杨忠说 这事儿我知道啊 不是有人把您告了吗 谁告了我了 杨忠说 这个 我不好说 反正我知道告您这事儿 告我什么 说您当初 二十年前 两姑娘娘 因为要争这个 昭阳政院 有一个 黎毛换太子的事儿 说黎毛换太子 那事儿是您给出的主意 他不是这么回事儿吗 郭怀说 胡说八道 黎毛换太子 我出的主意 那黎毛换太子 那怎么能会是我出的主意呢 那分明是 那李晨飞 他就是生了个妖怪 那是他的命不济 要不然怎么被打进冷宫呢 杨忠说 照您这么一说 那李晨飞是真生了个妖怪 郭怀说 那可不 他就是生了个妖怪 他生了妖怪 打进了冷宫了 那是他自个儿的事儿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那您说 那李晨飞 后来又怎么 在冷宫院里边被烧死了呢 郭怀说 为什么又被烧死了 那也是天意 那个李晨飞 倒在冷宫里边 他不干好事儿啊 他自个儿弄一桃木人 写上当今皇上的生辰八字 而且在七窍里边都扎上针 那个事儿要是皇上知道了 能不生气吗 皇帝赐死 给他一壶镇酒 他是先服的毒 后着的火 先把自个儿毒死 后又把自个儿烧死 这不是命不济吗 哎呦 郭总管啊 照您这一说呀 这个李晨飞呀 他该死 郭怀说 那可不 他就是该死 哎呀 郭总管啊 您觉得李晨飞这个人怎么样 这人呢 这人 这说良心话 我虽然跟他接触的不多 因为我知道当年是你伺候李晨飞的 但是我觉得这人吧 还算可以 比较老实 嗯 杨忠说 您说他这么老实的一个人 怎么会落到这么个下场呢 郭怀说这就没办法了 懂得这叫什么吗 这就叫命 人的这个命啊 有的是当代自个儿的命 有的是呢 上一代的老人 给他遗留下来的影响 体现在他的命里 李晨飞虽然没办什么缺德事啊 也兴许 他上一辈老人办了什么缺德事了 哦 哎呦 郭总管 比如要像您这样 您现在成为后宫里的总管 这肯定啊 您上辈就激了得了 郭怀说 那可不 那就是我上辈激了得了 我这辈 我也没办什么坏事啊 郭总管 那您说您没办什么坏事 怎么又到开封府里边 做了好几天监狱 郭怀说 这个呀 这人生都得有几大劫数 不受魔不成佛 我呢 这个生存当中也得遭点劫 这样的话 我才能再过好日子 哎 郭总管 您要不那么说呀 我还真不明白这个道理 看来呀 您真不是一般的人 那 我不敢那么说 但是 在后宫里边 在老太后的跟前 所有的太监 她不都得听我的吗 哎 别看说 我到开封府遭了几天罪 这今天这不把我得抬到玉城宫里边 我得睡这个床吗 嗯 这床可真漂亮 哎 我说这个床 这是谁睡的床啊 杨忠说 这个您还不知道啊 这个床 就是死去的那位李臣飞 李娘娘睡的床啊 郭怀一听 啊 这就李臣飞睡的那床 啊 对呀 哎呦我的妈呀 这郭怀一翻身 啪啪一下子 就趴地下了 又到床上掉下来了 为什么 郭怀他害怕 你别看他嘴里说的 全是李 但是他心里办的什么事 他自个明白啊 他心想 这床就是李臣飞睡的床 死鬼睡的床 我在这床上睡 这非倒霉不可 所以他想站起来 可是他站不起来 这个磅伤疼痛啊 他一翻身 又到床边一咕咕咕啪地下了 杨忠赶忙的过来就搀扶他 哎呦 郭总管 您快起来 您快起来 您这是怎么的了 郭怀被搀扶起来之后 哎呦 我的天哪 这怎么是李臣飞睡的床 你让我睡啊 杨忠说 这个床就得您睡啊 我从来没敢睡过 这样吧 咱外间屋说话 郭怀心想 怎么我一进到这屋里边 这心里边就有点打哆嗦呢